大家好,欢迎来到X答案,我是徐坦元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香港罪案系列局 十大契案之沐香碎事案 这起案件是整个系列的第一集 也是香港历史上的首宗碎事案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 这起碎事案的凶手在高等法院接受审判时 陪审团的成员竟然为他求情 希望法官能够从轻发落 而凶手最终的命运 也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又来讲一下这起沐香碎事案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香港闹市 铜锣湾一河街上的一华大厦 在1965年7月9号下午的1点55分 两名搬运工一男一女 正在搬着一个铁边包裹的巨型木箱 准备搭乘电梯 然而这个箱子着实有点大 一时间两人很难把它搬进电梯 这时引来了大楼一位保洁员的注意 这位保洁员大家都叫他幻姐 幻姐见状急忙阻止他们将箱子搬入电梯 并询问他们这个箱子要送到哪里去 两名工人回答说 是受人所托要送到17楼的世界健身学院 幻姐很好奇地询问箱子里是什么东西 两人却回答说 里边是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可能是健身器材之类的东西 听到这个回答后 幻姐便同意让他们搬进电梯 但在搬运的过程中 幻姐突然闻到了一股恶臭 而箱子底下还渗出了黑色液体 在拖动箱子的过程中 地板上还留下了一条长长的黑色污渍 幻姐见状再次制止了他们 要求打开木箱查看 没想到其中一名男班员工 突然撒腿就跑 女班员工见状也跟着跑了 留下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木箱 在电梯口 幻姐觉得事情有些蹊跷 一时间也不知所措 她首先来到17楼的健身学院 找到了教练吴某 叫她下来收获 但教练一看箱子就断然表示 这不是她的东西 拒绝接受 于是幻姐果断报了警 警察很快便赶到了现场 随着木箱被打开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出现在眼前的便是碎尸的恐怖景象 除了人体残肢 箱子里还有一套破烂的西装 几本中英画报 两本支票簿以及一个马场的牌子的 箱子底部已经浸满了湿水 大约在下午5点左右 法医抵达了现场 对死者进行了详细的检验 死者身材中等 头发稀疏 年龄约在48至50岁之间 从尸体的腐烂程度来看 死亡的时间为3到4天 法医将尸块逐一合并拍照 并检查死者身上的伤痕 但由于死者被残忍肢解 根据当年的那个技术条件 要确认死者的身份变得极为困难 警方唯一的线索便来自于 17楼世界健身学院 根据清洁女工患解的描述 这个箱子是要送到17楼的 箱园随后来到了17楼 找到了该健身学院的教练吴某 在这里箱园获得了一个关键的线索 经过询问 教练吴某说 在下午1点左右 也就是香尸案曝光前的一个小时 在他健身房一个名叫何子言的学员找到他 说想要将一个木箱寄存在健身学院 但当时吴某并不知道木箱内究竟装的是什么 所以吴教练认为 当天下午在楼下搬运木箱的其中一个男子 应该就是何子言 警方进一步调查显示 何子言是一家名为荣丽祥祭商行的员工 为了查明真相 警方前往了中环万亿大厦的荣丽祥祭商行 展开调查 一到办公地点 警方就得知了一个关键信息 原来荣丽祥祭的老板鲍达官就在几天前失踪了 在香尸案揭发的前一天 也就是7月8号 鲍达官的妻子宋玉清还曾到警局报案 孙玉清向警员表示 在丈夫失踪后 他还收到了一封署名为黄龙党的勒索信 要求支付5万元作为赎金 并警告不可报警 否则会死票 对于绑架案件 警方一直是极为重视 但是当警员看到了勒索信的内容后 开始产生了怀疑 这封信的字节看起来是由小孩子写的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歹徒要求将赎金在5天内放在自家电梯口旁边的垃圾桶里 对于警员来说 这种毫无逻辑的勒索性明显是恶作剧 然而问题是现实中的鲍达官确实失踪了 一起相失案 一起失踪案 两者均与容力详继商行有关 警员们开始怀疑 这两起案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开始怀疑 鲍达官可能就是相失案的受害者 因此他们迅速安排了鲍达官的家人前来确认尸体 鲍达官的妻子表示 从死者的表面看上去 确实与丈夫有相似之处 但可能是接受不了这一结果 他坚称这不是他的丈夫 随后警员拿出了一套破烂不堪的西装 和一张出入马场的牌子 经过仔细确认 这套西装正是他最后见到丈夫时所穿的那一套 最终鲍达官的儿子鲍永福 通过对比西装以及死者腹部的特殊疤痕 确认了父亲的身份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死者的背景信息 死者名叫鲍达官 十年57岁 是当时的知名人物 被人尊称为鲍瑟 他原籍广东中山 在香港出生 夫妻两人曾经都在香港大学就读 然而由于鲍达官选择了经商 未能完成学业 夫妻两人育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其中两个儿子都是医生 大女儿在美国留学 小女儿在香港大学读书 可以说是一个知识世家 鲍先生为人乐观 拨打广结人脉 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但热衷于独马 鲍达官所经营的荣立详绩 是一家主要经营银行业务 和进出口业务的商行 原本这家公司有两名员工 但其中一人已经辞职了 案发时只剩下何子岩这名员工 也就是其中一个搬运箱子的男子 警员通过询问鲍夫人了解到 在案发前 荣立详绩商行所在的大楼 圣佐治行要进行改建 也就是现今的圣佐治大厦 所以他们要将办公地点 从中环的圣佐治行 搬至不远的万亿大厦 1965年7月6号的中午 搬迁工作几乎接近为生 只有少量杂物和文件 还留在圣佐治行等待搬运 鲍大官吩咐何子岩 赶紧把这些杂物收拾掉 稍后会回来检查的 随后鲍先生便和妻子 一起前往了附近的月华楼用午餐 饭后鲍先生则返回了圣佐治行 临行前他和妻子商定 下午4点一起去用下午茶 大约在下午3点左右 鲍夫人给公司打电话询问情况 但始终没有人接听 他猜想丈夫可能是忙于公司的搬迁事 因此他决定独自回家 直到深夜 妻子依然没有等到丈夫 他心急如焚四处打电话询问 但始终联系不到丈夫 第二天早上9点 他赶紧打电话到丈夫的公司 员工何子岩称 老板还未来上班 妻子随后不断地给公司打电话 但每次都得到相同的答复 老板还未来上班 就这样48个小时过去了 令人奇怪的是 妻子并没有立即报警 由于丈夫在朋友圈子里人脉广泛 他开始向亲朋好友询问和打听消息 但他们都不知道丈夫的去向 然后又过了一天 到了7月8号的早上 妻子在家里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封 没有贴邮票的勒索信 他赶紧找来儿女们商量对策 结果当天下午 他就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 对方说不用再找了 已经撕票了 然后立刻挂断了电话 事情到了这一步 他们不得不选择报警 紧接着第二天 相视案就揭发了 警方在了解完情况后 来到了盛佐治行 也就是报答官的旧公司所在地 寻找线索 他们在办公室内找到了一把菜刀 部分刀刃已经变形 但显然被彻底清洗过 没有发现血迹 然而在他们撬开地板后 警员发现了一些血迹 金花燕与死者的血型相符 警方相信这个办公室 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那么这位被称为 好好先生的报答官 为何会惨遭杀害呢 而报答官公司的员工何子言 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 警员将焦点放在了何子言的身上 在相视案揭发的当天下午 也就是7月9号 一队警员前往了何子言的住所 弯仔落客到159号10楼 然而房间内空无一人 而何子言的妻子也不在家 这样警方怀疑 何子言的妻子有没有可能 就是当天与何子言一同搬运木箱的人呢 尽管警方没有找到何子言 但幸运的是 警员在他家内找到了一封信 刺激与之前的勒索性相似 随后警员前往了何子言父母的家 但还是晚了一步 何子言的母亲告诉警员 阿言在昨天告诉他出事了 并交给他了100多元钱 并嘱咐他要保重身体 然后便匆匆离开 这些迹象使得警方相信 何子言极有可能 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警方立即对何子言 及他的妻子冯玉清 展开了全程搜捕 警方估计嫌疑人不会逃得太远 因为案件揭发到现在 只有不到一天时间 他们很可能就在附近寻找住宿 因此警方将何子言 和他妻子冯玉清的照片 发送给了全港各个酒店和旅馆 希望店员们能够密切留意两人 警员随后来到了洛克道的海星酒吧 因为何子言的妻子冯玉清 是该酒吧的一名歌手 一名伊灵 根据酒吧员工的说法 冯玉清在7月7号还曾上班 但之后便再没有出现 在调查过程中 警员还得知另外一个线索 有员工透露 在6月22号 冯玉清突然撕碎了与丈夫的合照 然后试图自杀 幸运的是 被丈夫何子言及时发现 并送到了医院 员工透露 以前何子言经常在酒吧打烊后 接他妻子回家 但从那次事件后 就再没有见到他来接妻子下班 而冯玉清也从那个时候 变得越来越消沉 7月10号下午6点左右 油麻地警局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是九龙一旅馆的员工陈某 他告诉警员 昨天警方发来了两张照片给我们 现在我们旅馆 有一名疑似你们寻找的女子 在晚上7点20分 十多名警员赶到了左墩道建成大厦 11楼的目标旅馆 他们首先封锁了大厦的出口 并找来了员工陈某 进一步了解里边的情况 陈某告诉警员 在7月9号下午3点左右 一名女子独自前来住宿 当时登记的名字是陈彦玲 在第二天10号下午3点左右 这名女子向前台订购了 两份三明治和两瓶啤酒 并要求送到她房间 陈某送餐进去的时候 旁边有一个身形强壮的男子坐在床上 他觉得两人的样子 很像警方正在找的人 至于这个男子何时进入的旅馆 员工表示他也不清楚 警员怀疑冯玉清在登记入住时 使用了假名字 在了解完情况后 警员来到了旅馆101号房间敲门 开门的正是何子言的妻子冯玉清 而屋内的何子言见到警员 一度要冲出门外 但旅馆门口已有多名警员守候 这对亡命鸳鸯就此落网 在审讯中 何子言讲述了案发当天的情况 他说在7月6号 也就是案发当天 由于公司要搬迁 他忙着清理杂物满身大汗 这时老板抱先生回来了 一进门就开始责骂他 说些侮辱性的话 何子言说老板经常骂他 两天一小骂 五天一大骂 特别是喝了酒后 情况更糟 何子言解释自己有两个绰号 一个是健身房的朋友取的名字 叫蒙仔 可能是因为他平时的表情 看起来比较木讷 另一个绰号是老板抱先生给他取的 叫木头人 他特别不喜欢别人叫他木头人 但这却偏偏是老板的口头禅 老板经常这样称呼他 这样他很不爽 在案发当天 抱先生喝了酒后 再次责骂他 何子言一边听着老板的责骂 一边干活 并没有理会老板 但老板不依不饶 抱先生说他没有出息 只在健身房表现卖力 上班却无精打采 何子言回忆说 当时他并不想搭理老板 但抱先生却继续嘲讽他说 回家吧 不用上班好了 你妻子人美搁田 在酒吧里又有大量的客人 我看他赚钱的本事比你强得多 回家睡觉吧 让妻子养你好了 也正是这句话 刺到了何子言的痛点 在前面我们有提到 在6月22号 何子言的妻子冯玉清 突然撕毁了与丈夫的合照 这一事件的起因是 冯玉清工作的那个酒吧 经常传出一些桃色新闻 何子言听到后 对妻子在晚上工作 表示很不满 他开始怀疑妻子 与其他男客人有染 冯玉清为了自证清白 所以选择了服毒 但好在发现了及时 而在案发当天 何子言的老板 抱先生 再次提到了他妻子 在酒吧里人美歌甜 男客人多 何子言忍无可忍 于是说了一句 你信不信 我把你和阿芳 在公司干的事 告诉抱夫人 抱先生听到后 勃然大怒 走到何子言面前 狠狠地扇了他两个耳光 何子言下意识地 用手臂推开了老板 没料到 抱先生竟拿起菜刀 猛砍过来 何子言表示 在危急关头 他用手臂 勒住了抱先生的进步 然而在混乱中 他的手臂也被砍了一刀 出于本能 他更加用力地勒住了对方 没多久 抱先生便倒地不起 何子言意识到 自己闯下了大祸 慌乱之间 他立即将公司的门锁上 回了家 但之后心情 极度忐忑不安 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 于是在晚上九点后 他再次返回了公司 捡起地上菜刀 将抱先生进行碎尸 并包裹 装进了数个纸皮箱中 试图回尸灭迹 事后何子言找来了 自己的亲弟弟 前往公司 帮助清理现场 最后两人将这几个 装有尸块的纸皮箱 搬回了家 回到家后 何子言将肢解后的尸块 装进了原本用作 餐桌的木箱中 当时他的岳父和岳母 正好来家里小住几天 由于夏天的高温 尸块很快便散发出了恶臭 他丈母娘就问他 这箱子里装的什么 怎么越来越臭了 何子言为了掩盖真相 只好将木箱 暂时移到另一个地方 以避免引起怀疑 想来想去 他决定将木箱 带到自己 常去的健身房 何子言请了自家楼下 清理垃圾的阿姨 帮忙搬运箱子到木车上 在一起送到伊华大厦 并支付了他五块钱 作为报酬 然而两人刚到健身房楼下 就被人发现了 而至于那封勒索信 何子言说 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分散警方的注意力 他让儿子 女儿以及邻居家的孩子 一起合力书写了这封信 同时何子言的妻子 也在警局接受审讯 他说案发后 他与丈夫在旅馆 度过了一天一夜 期间何子言写下了一份遗嘱 内容是 他六岁的女儿 由冯玉清抚养 并提供教育 尽可能让他出国留学 两岁多的小儿子 则留在何家照顾 此外还有一个口头遗嘱 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测 妻子在守寡一个月后 就可以改嫁别人 但要选择一个富有的男人 在审讯时 冯玉清一边讲述 一边落下眼泪 两天后 他被证实与案件无关 获得了释放 以上就是何子言 与冯玉清的口供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法官和陪审团 是否相信何子言的这番说辞 1965年8月5号 该案在铜锣湾裁判署 第二厅进行了初级审讯 何子言被控一项谋杀罪名 控方首先传唤了何子言的弟弟 何子平作证 他回忆说 在7月6号的晚上11点左右 他接到了哥哥的电话 前往中环的盛佐治行 容力详继帮忙打扫卫生和整理物品 他描述自己只负责清理地板 而哥哥负责处理几个纸皮箱 完成清理后 他们一起搬运这些纸箱下楼 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 回到了哥哥的住所 把物品放下后 他便返回了自己的家中 何子平表示 他当时并不知道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 控方接着传唤了 几位死者的亲戚和朋友 以了解鲍先生的性格 这些证人中也包括了鲍先生的棋子 通过他们的描述 基本可以确定 鲍先生平时确实性情急躁 对下属极为苛刻 责骂时毫不留情面 但对于鲍先生在公司喝酒一事 大家的意见却不一致 接下来法庭传唤了法医作证 法医称 死者的眼球及内部器官都呈现冲血状态 推断死者是因窒息而亡 此外法医还确认了被告手臂上 有一处颇深的刀伤 以上这几点基本与何子言的陈述相符 何子言杀人肢解之事 基本上没有意义 但对于何子言的行为 法庭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是他属于自卫反击而导致的误杀 另一种是他企图谋杀 控方对于死者可以随意在公司取出菜刀 并袭击被告这一点表示怀疑 而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 这把菜刀究竟是由谁带到公司的 而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的菜刀 刀柄上刻有简历二字 控方传唤了五金店职员黄某作证 他证实简历牌菜刀是他们店铺的专卖货品 但是他无法确定菜刀的售出日期 也记不起购买菜刀之人的模样 时间来到9月20号 本案在高等法院开庭审理 经过了八天的审理 陪审团于28号退庭商议了三个小时后 作出裁定被告何子言的谋杀罪名不成立 误杀罪名成立 陪审团甚至向法官求情 希望对被告重新发落 最终法官考虑到了辩方律师和陪审团的求情陈词 判处何子言监禁12年 然而何子言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何子言入狱后妻子冯玉清独自撑起了家庭的责任 努力工作来养育两个孩子 媒体发布了何子言的案件后 有电影公司向冯玉清伸出了橄榄枝 以减轻她的生活重担 她参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叫做《血债血肠》 后来还拍了喜剧 与此同时冯玉清也始终陪伴在两个孩子身边 经常前往监狱探望何子言 每次她都是等待漫长的三个小时 只为换来短暂的十分钟的见面机会 根据刑期 何子言本应在1973年出狱 那时她只有37岁 就在大家都以为 只要何子言在监狱中待够12年 她就可以和心爱的妻子重聚了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她在狱中于1969年2月19号自意身亡 终年33岁 事后记者曾前往了何子言家中 拜访她的妻子冯玉清 但发现那里早已人去楼空 冯玉清的母亲向媒体透露 冯玉清后来与何子言办理了离婚手续 随后与一名美国商人移居到了日本冲绳 关于何子言自杀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 有人认为是因为妻子冯玉清的离去 何子言感到生无可恋 而选择了狱中自尽 第二人认为 他对于豹先生之事一直心怀愧疚 因此疑死谢罪 第三个说法是 何子言在狱中染上了毒瘾 由于毒瘾发作 痛苦难忍 所以了结了自己 那么你认为何子言为什么自杀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聆听他人故事 体悟你我人生 我是许探员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